旅程第二天 今天早上在桑拿吃过早餐后 我们就继续提着行李出发首尔站去申办SIM卡 那地点位于首尔站的地下二楼 虽然说行前我们已经在台湾有租了 YHO特勒童的房块机 但为了避免有需要打电话的状况 我们决定多办一张SIM卡 这两种方式都各有拥护者 下一集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接下来要去民洞换钱所换钱 途中呢我要私心的推荐一家 民洞地铁站里的奶油粒米烧 粒米烧它小小的 有点类似鸡蛋糕 里面有包奶油很滑顺 其实会有一点太甜 但是就很莫名其妙的让人很爱 尤其是在冬天 好 接下来我们到了民洞内 我们选择的换钱所是一瓶箱 网友们都推这一间的汇率比较好 像当日台币的汇率是1比35.2 至于说要带美金还是台币去换 这没有一定的答案 要看当时的汇率 除非说身上本身就有美金 不然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去换美金又去换韩币 总之可以的话到韩国换钱所换韩币 这个汇率是绝对会比台湾还要好的 结束民洞换钱所之后呢 接下来重头戏就是 我们终于要跟我们Homestate家庭见面啦 行钱呢我们都一直以email或者是kakao联系 现在终于要见到本人觉得很期待 那我们的寄宿家庭是位于信信站 其实离首尔市区有一点距离 他说会亲自到地铁接我们 那很幸运的是 我们一出地铁就下雪啦 听说昨天刚好是韩国的初雪 所以对于第一次看到雪的我们来说 真的觉得很幸福 所以这个当下既是我们看到初雪 也是我们跟Homestate家庭的初见面 那大家准备好要见到Regina了吗 张张这位就是Regina 我们要一起相处八天的哄妈 她是一位英文老师 所以我们大部分是用英文沟通 再来才是韩文 那我们一起从地铁走回家的路上 她都很亲切的跟我们聊天 就有人懂那种期待很久 终于见到对方后的那种亲切温暖的感觉吗 好这是我们住的社区 然后这是她给我们的一间房间 她还强调说这是他们家最温暖的一间房 那窗户上还贴上了泡泡纸来预寒 还有这是我们的卫浴 Regina带我们在附近走走 导览完后就直接把家钥匙交给我们 她就去上课了 整间屋子就直接交给刚踏入她家的两位外国人 那时候就真的觉得很感动 深感到一种一个家的那种信任感 那晚上Regina有主动找我们聊聊台湾的文化 比方说Regina很佩服台湾的学生 七点半要到校 因为韩国的上课时间好像是九点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韩国的冬天要将近七点才会天亮 但是跟台湾同样的是他们 我们都在下午四五点左右就放学了 那另外比较意外的是 我觉得韩国人对于台湾的认知其实很少 比如说人口地形还有我们的四季 这些他们其实都没有比较基本的概念 他们不知道台湾的人口很多 不知道台湾的山很高 不知道台湾也有一年四季 那聊下来我觉得可能因为Regina 她有招待过其他国家的学生的经验 所以聊起天来 她都知道有哪些好奇的地方要问我们 但我知道我们这些资讯远远不够 但是还好还有很多天我们可以好好的交流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与Homestay家庭见面与相处的过程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样子细细与人相处的感觉 分享彼此的文化 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这样子的旅游方式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与我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可以按个赞让我知道 如果接下来的故事有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提示 就会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咯 谢谢你的观看 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